大家好,我是Melody美乐,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就是想找我去医治一叠花。 在大概两年前,我一直发生很多神迹歧视在我身上,我又会听到圣灵的声音。 我和我姐姐分享我的经历,我见证的时候,她不信,她不信我会听到圣灵的声音。 她经常说,耶稣只是跟你说话,你是神婆吗?她经常叫我做神婆,令我很生气。 我跟上帝说,我听父,我姐姐不信我,你会跟我说话,你让我行一件神迹歧视,是外险的。 人人都看到的,让她不能不信。 在第二天,吃完饭,上班,吃完饭,我就出去。 我说,很心急要去行一件神迹歧视。 为什么走呢?去哪里走呢?完全不知道。 因为我一直都是回福音派教会的,从来没有回过灵恩派教会。 我又不认识灵恩的事,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但是很想证实,很想证实这个神是真的。 吃完饭,一路走,就经过一个花槽。 路边一个花槽,有一双红色花,很普通的红色花,借了。 我就祈祷了,我说,天父,这双花借了。 它原本很漂亮,现在借了。 你都很爱这双花的。 你可不可以帮助我,叫它伏生啊? 奇缘到之后,我就伸手上去摸那双花。 它摸那双花之前,圣灵提醒我, 它说,先拍照。 幸好圣灵提醒我, 不然我也不会拍照,没有证据,没有拍照。 我先拍照。 那双花还没摸之前的花。 拍完照,我就去摸它。 我很惊讶。 我一摸那花瓣,那花瓣好像冲了血一样。 有如今,我看到有红色的墨, 在那双花瓣上。 那双花瓣上,冲了血一样。 那双花瓣慢慢的开放。 那我很惊讶。 那双花心,就这样向下, 那双花心,就这样向下。 那我就觉得向下,全摸了。 试一下摸吧,摸那双花心。 一摸它,它就这样向上。 在我面前好像慢动作的电影 我很惊讶 摸完这花之后 我就拍照 拍照 其实它是立刻在我面前翻山 只不过我隔了一两分钟才拍 看出来好像三分钟之后 其实是立刻的 我就很惊讶 因为我自己经历过神 这样去经历神我也是第一次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要求好像很荒唐 什么行神即歧视 我是谁 我是什么水 我有什么资格 我行什么神即歧视 一个这么普通的信徒 但是神也是这样去找他 神也是这样去找他 用一朵花去荣耀自己 用一朵花去见证他的大能 也都见证他在我们身上 与我们同工 我是很感谢神 我荣耀归地神 为了这朵花 神得到他应得的荣耀 咱们 我们赶紧 又是很控制的 我们赶紧 我们赶紧 在大能量的大能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